大家好 歡迎來到K9聊特集 我們今天來的是美食 茶館喔 Yeah 好 這個是瑞克他推薦的一家 早餐店 早餐店是非常喜歡也常來吃的早餐店喔 那說一下為什麼 為什麼推薦這家呢 其實一來就是常常的 我覺得餐點是好像甜蜜的 然後其實大部分 其實每一道菜都有蠻多的蔬菜 像這道就是 起司蛋餅 它起司蛋餅它不像外面蠻多的蛋餅 純粹蛋餅加起司 但是它還有很多的生產和素養 非常健康喔 有喔 好 這是美食的手指 好 再來是 我推薦一下五千 我今天點的是中排蛋餅 那招牌其實就是 原味蛋餅 原味蛋餅 對 阿這個只要20塊錢喔 紅板夾 但是美食又健康 我覺得比較特別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蛋餅其實很像包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草莓甜心蛋餅 對 然後處理之外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餐 就是用蛋去包大部分的食材 大量的生菜這樣 然後我可能要切一下 對 我點是胚芽豆架餅 然後我是點樂粉 上面有 胚芽粉 然後是點樂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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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面有 然後是點樂粉 好 我來攪拌它一下 哇它超濃 很多胚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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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堅強喔 料多食材 料多食材 啊四五塊喔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我剛剛出的蛋包 很香甜 它是雞蛋 然後來是 包各式的生菜 然後生菜是在裡面 它其實有很多精彩 對 所以 有點讓我想到蛋包飯 有點像 那它是老爺的飯 變成生菜這樣 生菜 對 對 然後裡面是木屁啊 對 沒錯 就是 量多 擔憂不會 太多的食材 所以 負擔不大 但它又是生菜 所以 也是一道很健康的料理 好 我們現在就來開啟 好 哈哈 耶 我就是 做到 做到 我 做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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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難的 做到 吃 做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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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嗎 做到 跟鹹的融合 其實就是 有多層次的口感 我比較愛吃 對對對 然後就是推薦給就是早餐不想吃太鹹的 但又很愛吃甜食的人吃這一道菜 對 它就是有一種甜甜在心頭的感覺 但是它的味道也滿足夠的 很軟 對 我不同一講 哈哈 上面這個綠色是果嫩嗎 還是海嘴 它是以代香料 以代香料 卡西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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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代香料 它每一杯的玉米紅湯裡面都會有果醉 還有大量的果醉 可以看到嗎 我們要再拿湯一杯 一下 好 OK 對 大量的果醉 然後湯也確實蠻豐富的 所以我覺得 再加上這是東天限定 所以其實東天的時候來的時候也蠻常會點這道龍湯的 早餐店有用龍湯其實不會 對 算是蠻好可以做的 嗯 很酷 但是它的 雲南湯料理就很好 所以我覺得蠻實在的 所以 雖然它是糖 但是 暗 也可以注意到你的位置上的感覺 嗯 有在吃東西的感覺 嗯 嗯 我喜歡 我喜歡 這樣的話我什麼都會好 我要加進去 哈哈 它滷不錯 不是 你都賣多少錢 不錯 那好吃 哦 它就是 湯加衣 這裏的料理看它有多少 額外多 好 吃一看 不錯 你真的吃過這個 蛋餅裡面加 這裏面加土雞喔 我到底才不知道耶 我會直接 三少年 有啊 有明顯吧 有有有有 在那裏面 有有有有 在那裏面 哇 蠻用心 蠻不滿的 沒有 比起一般的 一般的 辣部分的包廚菜的感覺 它的包廚 很深的感覺 它吃起來都還是 順發的 因為你需要拒絕的資訊比較多 所以你可以用更多的時間去感受它的味道 它的草莓的香味道 對 是鹹鹹又甜鹽 嗯 滿好吃的 我覺得我是人生第一次吃到這種料理 你應該也算什麼 我確認我 所以一般人可能不會直接上你的肚子 對 真的是 本年抽蛋 哈哈 還有幾個兩次 對 甜蛋吃起來是非常大的 辣食的口感 然後味道是非常好的 然後也是滿新鮮的一道料的 對 再來 一般倒是 氣乳蛋 對 對 它的話是 裡面有加 會有算 欸 一樣是生菜 一樣是生菜 生菜和那個 對 對 然後再加什麼鮮餅 就是 大宗應該成點的要料理 但它的氣質算是滿 黏稠的 比較爽爽的感覺 對 然後搭配 就是青菜爽爽的感覺 感覺 覺得起來 會有雙腦的笑聲 笑聲嗎 會有雙腦的笑聲 會有雙腦的笑聲 雙腦的心態 我吃起來雙腦的笑聲 對 這個就是 你一點不會累的 就是大腸都會 也是解決 也就是這邊要吃 吃到雷的就拿 喔 講到這邊 對啊 對 但是我覺得比較特別就是 然後就拿回家 蠻多的蔬菜跟 就是吃起來是健康 然後也是 銅板價 對 對 但最後一道是 招牌這樣子 我招牌勒 對 所以二十塊 然後 然後 就會點就是想說招牌勒 對 那它就是 就是純粹的蛋糕 所以你可能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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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怕 就是 怕生態的話 就是 嗯 擔心自己吃不習慣 那些點 就是 其實是 最機會 才會掉 對 對 雙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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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 對 要吃掉 就是要加這個 雙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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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來是 我最近這個是 黑芽豆醬 它還蠻爽口 然後 甜度不會太低 那我覺得 我是點熱的 然後它還貼出 就是可以 放熱 放熱 它裡面的黑芽滿沙 它滿滿的都是黑芽的 對 因為吃起來 我覺得 就是 水般的 它其實蠻有口感的 我就是想要介紹 是 就是有黑芽的 感覺回到水分 到水分 沒有 那個 這個我會很推薦 很推薦 就是冬天熱熱的會黑 就會整個很難看 對 然後 因為我們應該也吃 對 對 讓大家來看 好 好 不管你明明 欸欸欸 對 想要 這是我家 它 但外面明明明明 它有非常多的料 沒有包含 有點碎 它有點太大 所以 它本身也是非常很純的 它有味道像 然後 還有一點 你知道嗎 在 上面特別加 這個 一家裡想要 然後 這個 有 什麽 它有 蠻難的啦 因為我覺得想要 舞蹈比較優略 比較 好 但是 其實 同時的 就是 我都會點 這裡 在煮菜 看看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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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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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